好了 现在由这个大的圆皮 放为这种高的瓶子 扁皮 这些都得也要拿掉 因为这个瓶口大 跟那个不一样 这个就要拆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以后 换这烂的两种瓶子的时候 这个口 差不多对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这个擦的 这个擦的是适用于这种瓶口的 这个擦的是适用于这个瓶口的 这个地方 首先这个地方不够高 要把这里面有螺丝给操红 拿个内丢个的内丢角放手 这边有点吗 对 这边也是的 这个为什么就是在里面呀 它不过那是这个样子 因为这上面是牙 这个面不是牙 你看外面上面是牙 这边不是牙 它怎么那么装 然后这个这个头再摇上去 然后再来调这个的高度 这个高度是这样调的呀 这个一个人调就够了吗 可以啊 今天我不就一个人调 那怎么就能保持它平呢 拿两个平的笔画嘛 可以啊 可以啊 这个只是借这个鸡漏的而已 平不平关系不是很大 然后这边能出去 能进来就好了 对 那边能进来这边能出去 这个地方就没关系了 哦 哦 又不是 这拍的事情没 拍的呀 拍的呀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不需要那么标准 这个高度的话没那么标准 这个高度的话没那么标准 调到差不多以后 然后就锁紧 把这两个再锁紧 然后把名字放进去要试吗 然后把名字放进去要试吗 那也能放 对啊 一拍的啊 一拍 一拍 一拍就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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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些布囊都松掉了 哇 为什么这边的也得松啊 它是挺松的 银子大概在输出线的中间就可以了 哦 哦 这样是主要是这两个的距离是吧 嗯 这个瓶子这个布囊的距离 这个瓶子要稍微有一点空 它不能挤着 稍微有一点空间 也不能让它这样转出来 就可以了 好 love 就是 对 对 谢谢观看